在台湾死于肝癌的病患当中 有两成是慢性吸行肝炎的感染者 而其中还有将近五成的感染者 不晓得自己染病了 为此台东县卫生局协调全线 有74家的医疗院所卫生所 提供免费筛检肝炎 一旦确诊C肝 药费大约有20万元 都是由健保来给付的 鼓励民众主动筛检 早日发现早日治疗 民众大鱼大肉一口接一口 下班时间三五好友聚餐 再来上两杯熟牙放松 但这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 长期下来肝病就容易早上升 进而演变成肝炎 尤其肝炎病状 初期并不明显 若是发现了太晚 很有可能恶化成肝硬化 甚至肝癌 当我们慢性吸行肝炎 走到肝硬化这个阶段之后 其实它变成肝癌的机会 就会非常高 有一半的人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 其实得了吸肝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筛检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肝是沉默的器官 缺乏痛觉神经 也因此肝病容易令人忽视 尤其原乡地区 因为饮食及文化因素 罹患率往往比都会区来得高 对此台东县卫生局宣布 协调县内74家医疗院所 进行肝炎筛检 凡是45岁到79岁 原住民40岁到79岁 都可以接受终身一次 BC型肝炎免费筛检 那这个筛检呢 其实非常简单 不需要空腹 就可以去做抽血检查 那我们16间卫生所 也都有做这样子的筛检 当然是希望说 救护救护治疗 用于看车怎样好 经过调查 台湾每年约有一万人死于肝病 肝癌更长期排行 我国癌症死亡率前三名 台东县卫生局表示 针对罹患吸肝的民众 目前卫福部已经推出新式口服药剂 约半年疗程可以达到97%的治愈率 而且20万元的药费 也全都由健保全额给付 鼓励民众主动筛检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记得下家会台东市报道